近日几波寒流助攻下 南投国信九份二山国家地震 纪念园区的梅花已渐渐绽放 透过空拍机画面 可以看到满山遍野梅花雪白点点 漫步在海拔八百公尺的美临步道 置身临近山林间 让人望却返忧 想说趁早假日之前 赶快来这边看一看 才不会那么多人 站人挤人这样子 梅花开得很多啊 看得很漂亮 在这里不但是可以看到梅花的漂亮 而且还有看到我们山景 都相当的漂亮 那欢迎全国各地好朋友 能够趁着元旦假期的时候 能够到我们这边 九份二山这边来赏梅花 九份二山三十公顷的梅树 道路两侧就都是梅花 不过这里的连外道路并不宽敞 多处路段无法双向汇车 为了提供游客顺畅的赏梅动线 国县乡公所将实施交通管制措施 我们有做一个路况管制的部分 我们从隆南路上来 从长石向出口 因为我们九份号算了路况比较狭窄 也欢迎全国的乡亲来赏梅 也遵守我们交通管制的部分 九份二山是九二一大地震的震报点 目前已经看不出来 当时天灾造成的严重伤害 不过漫步在地震纪念馆周边梅花林间 享受被香气包围的浪漫同时 也让游客对大自然的力量 多了一份敬畏的心 新唐烈泰电视 林监局 林佩云 台湾南投报导